好我们这一天那个最后一堂课啊就是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电子产品可以收了吧这最后一堂课 这个第一堂就讲过的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事情吗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什么 欧洲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啊 我们在台湾比较少接触的 就所谓的欧洲安全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那这一个组织呢同学注意看啊 他以前刚开始是叫一个会议 那他的缘起呢是在1970年代 那为什么1970年代会有这个组织形成呢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 我们说二十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没有多久五零年代 马上就有所谓的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之间的对立 这就是所谓的冷战 那在冷战时期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欧洲这边呢有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作为一个军事组织 它和东欧国家是对立的 那东欧那边有一个华沙公约组织 那西欧这边有一个欧盟 东欧那边有一个金户会 作为一个经济竞争的组织 然后军事竞争也有甚至对立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看啊 欧洲国家是有反省的 那反省什么事情呢 同学注意看啊 也就是什么 这位同学啊 我们从开学第一堂课就在讲这件事是不是啊 你第一堂课有没有来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电子产品上课时可以收起来了 这一堂课就是做这一堂课的事嘛 对不对啊 好 就是说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之间的对立呢 基本上是什么 其实很严酷的啊 稍一处理不好呢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啊 对不对啊 所以为了处理这件事情呢 欧洲国家是有反省的啊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呢 同学注意看 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国际之间的事物 因为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之后什么啊 科技挂帅嘛 是不是科技主导了你我的什么啊 生活方式嘛 甚至什么啊 大家上课什么 也非要用电子产品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电子产品的发明呢 对不对啊 所以所有的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什么啊 任何科技的突破都影响你我的基本行为啊 那好 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他们非常骄傲的一点是什么啊 工业革命是他们那边突破的啊 近代民主国家的概念呢 也是他们那边发展出来的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大概啊 我们可以说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国际事务基本上就是由欧洲国家在主导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为什么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我们欧洲国家居然什么啊 沦为第二等国家啦 第一等国家让美国和苏联拿走了啊 对不对啊 所以在痛定失痛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理解到 如果呢 美国和苏联这样子不断的对立呢 把欧洲国家基本上也捡进去的情况之下 如果欧洲国家不自谋出路 或者是说 自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对立的情况呢 那欧洲有可能什么 二流的国家都都达不到了哦 你可能掉为三流 或者是更差的国家去啦 对不对 你就被人家掌控了嘛 所以在70年代 同学注意看啊 70年代呢 欧洲成立这个欧洲安全与合作 当时还只是一个会议嘛 因为任何事情 你提出来一开始不可能就是很 很系统的这个发展嘛 一开始都在摸索中啊 所以在19什么 70年代 这个西欧国家 同学注意看 欧洲的国家组织里面呢 只有这一个组织 是所有欧洲国家 同学注意看当时民主国家 东欧和西欧还是对立的哦 那所以由欧洲国家什么 两边 东欧和西欧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参加 那甚至对于学生们来讲呢 同学们 同学注意看啊 欧洲国家 1970年代东欧和西欧国家的学生 实质上什么 即便政府好像还在对立 但是学生就已经开始交流了 所以呢 在西欧的大学里面呢 也看到一些来自于东欧共党国家的学生 那同样的 东欧共党国家呢 其实什么 它非常控制的非常严密的情况之下呢 也出现起一些什么西欧的大学生了 这是指学术方面的啊 那当然陆陆续续开的这个会议呢 两边大家50欧洲当时50几个国家都可以参加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那时候就在讨论 我们如何建构欧洲的和平秩序嘛 对不对 就如同今天的欧盟也一样啊 欧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建构 欧洲的和平秩序 那这个呢就直接从什么安全的角度 或者是后来陆陆续续扩大到什么 其他层面啊 那好 所以呢 基本上啊 在70年代 他们陆陆续续什么 开始互相建构互信 所以同学注意到哦 欧洲国家大家都会讲说 哦那1987年戈巴切夫上台在前苏联上台以后什么啊 推动改革开放啊使得什么啊 冷战结束了 但是同学注意看啊 如果1970年代没有这个组织 同学注意看嘛 戈巴切夫是在什么 1985年 戈巴切夫是1985年在前苏联当上苏共总书记嘛 对不对 然后开始改善和西欧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关系 那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这个组织是在1970年代就成立的哦 所以他对于两边建构互信呢 其实是打下一个基础 所以戈巴切夫才后来才敢提出来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如果跟你是对立的 我提出来说要跟你什么握手言和 你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那我什么啊 对我来讲是很伤的哦 我不仅我伤 我国内什么啊 也不原谅我啊 说我横冲瞎撞的啊 对不对 就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啊 对不对啊 那戈巴切夫他们也敢 伸出所谓的和平的橄榄枝 就是因为什么啊 这个组织大家在互动 建构互信方面什么啊 基本上已经十多年了 啊所以有一定的什么方案 大家什么 陆陆续续在讨论的啊 所以后来戈巴切夫提出来的之后呢 西欧国家赶快回应啊 那当然这个也为后来德国统一 我们之前讲的德国统一 还有后来东西欧握手言和呢 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之外 同学注意看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提到 甚至大家今天所熟知的难民移民的问题 对不对啊 那我们甚至也提到过 前东欧共党国家转型成议会民主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选举的时候 大家不都是打来打去 谁也不信任 同学注意啊 老师说这个打来打去 不是我拿个石头打你一下 或怎么样哦 那可真是枪啊什么都都是上来的啊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哦 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拿个石头这样打一下 警察出来围和一下就算了 那个没有的哦 那是很血淋淋的哦 所以他们在转型过程中呢 选举其实什么 互不信任 我觉得我支持的人没当选 我就非说你做票 你胡搞瞎搞 好所以到最后 因为没有互信嘛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 东欧很多国家 为什么建构什么 议会民主体制中 从那个时候的互相不信任 到今天 选举结果出来 大家就接受 这中间很重要的 也是靠这个组织 你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你啊 选举结果大家都不服啊 甚至不都有暴动吗 对不对 好那怎么办 重选 那重选那还是不信的 等于白弄嘛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基本上什么 就是由这个组织出面 来什么 帮当时东欧很多国家办选举 由他就等于说 类似我们这边的选举委员会 由他们来组成 所以陆陆续续什么 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了以后 大家就接受 甚至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欧洲的难民危机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甚至什么 俄罗斯 大家不是说 普丁什么 把克里尼亚岛拿走了 乌克兰那边的选举 趁着乌克兰那边的选举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乌克兰的选举的动荡 使得俄罗斯有机会 把克里尼亚给拿走嘛 你选举那大家都不服 要公投 对不对 所以好公投结果一出来以后 大家要当俄罗斯人 对不对 那这个选举 还有这个公投的这个情况呢 特别是选举 乌克兰选举 都已经 真的是什么 巷战 坦克 什么通通都出来的情况之下 到最后什么 除了联合国也出面 然后什么 这边什么 就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出面 最后好 同学注意看 最后那次选举结果 为什么大家就接受了 倒不是说被普丁吓的 而是什么 就是由他们来什么 办选务 那我们办的选务 因为我们有公信力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从1970年代 两边都还是对 共党国家 东西欧还是对立的时候 那这个组织在1970年代成立的时候呢 就让大家什么 全部都参加 所以大家有这个平台 你表达意见 大家什么 在这里面讨论形成共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同学注意看 现在老师刚刚讲的是1970年代 现在因为什么 它的影响力是很明确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 美国 这些什么 陆陆续续 大家有都跑进来 要么当观察员 要么就加进来 希望什么 影响欧洲事务 所以同学注意看 它的成员什么 也扩大了 也扩大了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这边有提到过 它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安全组织 那现在我们亚洲呢 有一个亚洲区域安全什么 互信会议 其实什么 也是类似有一点跟这个相同 也就看是不是让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加进去 然后大家针对相关的什么议题来进行讨论 然后让战争或者是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尽量降低 老师不敢说全部什么 不再发生战争 这个话老师不敢讲 只能说尽量的压低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好 那现在冷战结束了 那他们要讨论什么事情呢 同学注意看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预警 还有预防冲突 还有危机管理 还有冲突后的重建 还有什么 参与国家的什么 政治意志 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有些地方呢 或者说有些国家 举例来讲 以美国为例好了 我们看到美国之前跟苏联 俄罗斯在对抗 甚至和今天的普丁 在对抗 对不对 那但是为什么在克里米亚这件事情上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甚至欧洲这些国家 嘴巴上都支持克里米亚 乌克兰啊 对不对 那到最后为什么克里米亚岛 还是被什么 俄罗斯拿走了 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可以说老师 他们公投啊 老百姓要求的 那当然这是绝对是重要的一点 但是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相关国家的政治意志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我们比较少谈 有些国家我们说比较弱 但是他为什么跟别国打仗 他却打赢了 当然因素很多 但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意志 也就是说你这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你这个老百姓 这个意志有没有集中 要把这件事情做成 打仗也是如此哦 所以同学不要以为打仗就是军人上战场 打就行了 那同学注意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 他为什么在越战的时候 还被越南人给打垮了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哦 越战是美国输 不是美国赢哦 就是因为什么 你美国内部的政治意志是分裂的 不仅执政党和在野党 看法不一 一般美国的老百姓 也不支持你美国去打越战啊 那同样的道理 欧盟的会员国的成员 也不支持他们的国家 去帮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对抗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头脑不清嘛 第一我们什么 我们欧洲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跟俄罗斯买石油啊 那你跟他打什么啊 你不仅说跟他打什么搞不清 你甚至跑去为别国跟俄罗斯打仗 那欧洲很多国家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支持的嘛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个政治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到最后什么 俄罗斯 俄罗斯基本上就透过一个什么 克里米亚那边的勾头 他就把他拿走了啊 对不对 因为你其他欧洲国家 没有这个政治意志要打仗啊 没有啊 看到没有 对不对 那甚至同样的嘛 我们讲的欧洲的这些反恐 法国的什么查理周刊啊 这讲了一大堆 那同学看到没有 大家老师上课不是有提到过吗 这恐怖分子什么就是抓不完啊 对不对 但是老师是不是上课也提到过 俄罗斯出面抓恐怖分子 好像就很成功 当然你可以说因素很多 他的武器各方面都很先进 这都是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是真的要抓 我没有别的考量 我就是要把恐怖分子给什么 消灭 看到没有 那其他国家 我干嘛帮 我干嘛要消灭IS啊 对我干嘛要消灭伊斯兰国啊 对不对 反正不在我这边啊 反正离我很远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政治意志啊 那同学注意看 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讲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形成政治意志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大家透过沟通嘛 协调 理解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进而什么 集体行动 董老师的意思吗 好那那看他们这些参与国家呢 同学注意看啊 要形成共识 进而激发出共同相同的政治意志呢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组织 同学看到没有 会员国享有平等的地位 而且什么 是采取共识决 大家形成共识嘛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 制裁的机构或怎么样 所以他跟欧盟刚开始形成那几十年什么 很像 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互信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什么 制裁 会员国彼此制裁或怎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透过什么 采取政治共识啊 那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他的处理的安全事务 第一就是武器管制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知道什么 国际之间决定你是强国还是弱国呢 现阶段 当然你可以从很多经济指标啊 来看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呢 同学注意看啊 是不是就是什么 你是不是拥有核武 核子武器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北韩的金正恩 想尽办法搞到核子武器 因为这是什么 一个强国的指标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武器 当然什么 核武既然是强国的指标 那大家都想拥有 但是问题什么 他的杀伤力 他的毁灭性什么 却也是什么 无法反控的啊 而且是很惊人的 所以呢 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那还有少数民族的问题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老师这堂课一直提醒大家注意啊 少数民族本身什么 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这些少数民族分布的地方和欧洲自从有西法里亚秩序建构主权国家的概念 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一定要有领土嘛 对不对 那有领土的话就要开始化边界嘛 对不对 一旦处理化边界的问题了以后呢 同学注意看 就可能原来跟你是同胞的同一个民族的什么啊 同胞化到别国去了 因为他家住在那一边 和的另外一边 那可能这两个国家就是以这条和为和界 所以欧洲很多国家为什么有少数民族就是什么 化界的问题所造成的 那老师刚刚讲了 那这本来好像不是问题嘛 那怎么又变成问题了呢 后面就搭配了什么 宗教 宗教因素 再加上血统 再加上领土 各方面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老师一直讲的 欧洲国家把他们的问题 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全然解决哦 但是他们却也把他们的问题什么 传给全世界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现在全世界的问题 是不是领土 主权 还有人民 这人民里面又包括血统的 宗教的因素 所以这几个事情交汇在一起的时候 让今天全世界的什么 冲突 你们注意看 大概就是这几大核心问题嘛 没有别的因素啦 对不对 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 这些问题 规模各方面都缩小 如果再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 更死的这些问题什么 就更严重的凸显出来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欧洲安全论与合作组织呢 同学注意看 我们会觉得欧洲国家什么都很先进啊 也很富裕啊 他们应该又讲人权 对不对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我们这几天大家就不管了 对我们之前哦 讲的沸沸扬扬的什么 欧洲你看松那些 老师这边的课堂上不是也打一个照片 就是那个 呃一个小朋友不知道海滩被淹死啦 引起全世界轩然大波的难民议题 对不对啊 一开始大家夸奖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那后来什么梅克尔差点什么 差点被拉下台 对不对 那现在局面好像又稍微稳住了 还说又要竞选连任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他为什么可以稳住啊 你明明不是快要被拉下马了吗 这我们大家就不讲了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们什么 已经悄悄的什么 把一些难民就送回家啦 我管你的 管你国家什么收不收你 我就开飞机过去什么 把你能往下倒啦 这几天就在干这种事啊 看到没有 我不把你送回去 我这边就要垮了 不是我国家要垮了 而是我这个党 还有我 就要垮了 对不对 那当然他现在有一个正当 好像听起来有个正当性 就什么 如果德国 德国再不挺住的话 那所有欧洲国家就什么 就跟川普一样 大家都变成普普集团了 川普 加普丁 再加上法国 荷兰还有这些什么 极右的民族主义分子上 都上台的话 那这个世界 不敢想象 那有没有可能什么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最近德国希特勒的什么 著作 我的奋斗 开始重印 同学注意看 希特勒 我的奋斗那一本书啊 他的自传啊 二战结束之后 在德国是禁输哦 就是因为他里面 哇那个 当然 基本上啦 就说当然 对于他的成长各方面 甚至他的一些理念 同学注意看 在今天什么 非常吸引人哦 同学注意看 老师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 今天是最后一堂嘛 但是之后呢 老师建议大家持续观察 川普其实就是德国人啊 川普美国的总统 川普就是德国人哦 他是 他的祖父 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嘛 看到没有 他所以他们这些右派思想 所以为什么 大家很害怕 为什么同学会觉得 美国社会分裂 很多美国人 甚至美国一些大明星 都不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 对不对 其实他们内心是害怕的哦 害怕什么 不是害怕川普这个 虚拟实境秀的主持人 来当美国总统 在这搞笑 不是的 是怕这种极右派思想 在普丁什么 普丁当然很厉害 老师上课不是提到过吗 他是前苏联KGB什么 最高最高情质机构的什么 头头 所以他对于操作网络 那真的是一流中的一流啦 绝对是世界级的 对不对 那现在法国也很紧张啊 因为法国德国什么 陆陆续续选举 如果他在透过网络来操作的话 也是有杀伤力的啊 那如果说这些整个右派都上台的话 那不仅对欧洲 对全世界基本上都是一件什么 胆战心惊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梅克尔呢 他就跳出来说 我是什么 自由什么 因为现在都极右啊 那我现在是自由派的代表啦 对不对 我主张自由贸易 主张大家什么 人权这些我都还是遵守的啊 对不对 那当然偷偷的把那些什么 难民好像不太确定的 或者是什么 他处理不了难民什么 架的飞 这不是老师开玩笑的 真的就是飞机什么 上了飞机什么 往他国家送啊 看到没有 你那国家领导人敢不接 对不对 我也可以什么对付你啊 那当然他现在就说 把他送回去 你们这些都回去 你那个政府也如果好好处理的话呢 那我也愿意多给你一点补助啦 多给你一点外交援助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们不要待在我这边了 因为你们待在我这边 我垮了 我垮了对于整个欧洲和世界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影响的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老师建议大家 这一堂课即便结束了以后呢 你们之后还是可以观察 川普他的一些行为 和全世界以后欧洲 甚至欧洲的发展呢 右派的民族主义 这种反外国人甚至英国脱欧 不是也是一大堆右派的在那边搞的吗 对不对啊 这一批人的影响力如果翻转上来 持续的增加的话呢 那的确什么啊 别的不说啦 对于你们学生来讲 到国外交流啊 什么各方面其实什么 也都是有影响的 东老师的意思吧 好 那这个组织呢 它的好处就在于什么 他们理解到我们欧洲什么 几百年来都是这些问题吧 对不对啊 所以什么 少数民族 还有什么 制度的转换 还有那当然什么 恐怖分子啊 相关的处理呢 我们大家是不是什么 也一起来啊 那好 那这个它的历史背景就是老师刚讲的 1970年代啊 看到没有 大家什么 坐在一起啊 同意什么 我们设一个多边对话 我们也 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 但是我们互相了解嘛 对不对啊 因为其存在注意看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他们当时反思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本来不是敌国嘛 对不对 但是却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下呢 我们都被卷进去什么 彼此为彼此创造了敌意啊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上面不握手言和的话 那我们就一直被迫跟着敌对吗 敌对同意注意看啊 这使得每一个国家的什么国家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防 国家预算都是有限的嘛 每一个国家有钱到说无穷大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通过这个对话呢 可以使得每一个国家的什么 国防预算能够减少 因为同意注意看 当一个国家和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国家为敌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敢少吗 只会多不会少吧 对不对 你这国防预算一旦增加了以后 那是不是什么 就让什么 其他的项目的预算没有了 或者是减少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同学注意到 那这种沟通对话呢 是当时东西欧都觉得有这个必要的 好 注意看啊 大概他们现在一年的预算 看到没有 这是欧元哦 相关会员国的什么 角角的会 看到没有 欧元现在即便是往下扁 你再乘成欧元是多少台币 就知道了 好 那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边境管制呢 这一次啊 在什么 欧洲的难民 朝中 我们看到东欧有些国家 匈牙利啊 不是说我就是要树一个高墙 我没有能力处理 看到没有 我不要让他们过来 对不对 那最后什么 在这个 你这个边境管理呢 还是靠什么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出灭 大家觉得是什么 既可信 也什么 有效率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同学注意看 那接下来还要处理什么事情呢 性别平等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 欧洲国家不是很先进吗 怎么还性别不平等啊 很多工作 受教育的机会 那这个基本上 比较是什么 东西欧合作了以后呢 东欧有一些国家 那同学注意看哦 甚至有一些少数民族 他可能受教育的机会 的确是相对少一些 那就业的机会 那当然也是受到冲击 那但是同学也要注意哦 不要以为所有的西欧国家 什么都是两性平权哦 他也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呢 需要什么 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平台 来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提升吉普赛人的权利 同学注意看啊 这一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 欧洲我们说不是很富裕先进吗 对不对啊 甚至什么 我们说欧洲从1648年来 西法里亚秩序所建构 以主权国家什么 所组成的欧洲秩序 然后现在联合国国际之间 都公认了嘛 对不对 一个国家享有一个主权 那但是毕竟这个世界上什么 还是有人 一群人 他既没有领土 也没有政府 看到没有 那更没有权利了 这一群人呢 在全世界移动哦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千万不要以为 哦理所当然的 每个人都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 或者是公民 没有这回事的哦 欧洲 朋友们看到没有 吉普赛流浪汉 到今天 那吉普赛流浪汉的源头 基本上就是什么 南亚 这个地方 亚洲南部 印度啊 什么这一带 早期什么 随着人口的大迁移啊 不管是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到了欧洲 那当然从欧洲 这种基督文明的眼光来看 他们什么 那就是次等人的次等人 你就会耍个马戏团 然后你就会算命 你其他都不会 看到没有 所以这些人呢 基本上 同学看到没有 同学看到没有 这边 你们有时候 在一些英文 英文的报道里面 看到有些讲Roma 有些讲Sinti 就是指他们 那他们呢 同学注意看 当然很不幸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现在变成说 没有一个国家收他们 但是他们却分布在欧洲 什么 大概每个国家都多少 有一些那大概中欧 还有东欧这边相对多一些了 因为我们看从南亚这样的移民过来 的确是先东南欧 东欧嘛 那但是英国也有哦 所以他们也很厉害哦 到处跑的哦 好 那他们的权益怎么办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 你如果不承认他 你不收他的话 但是什么 你的国家里面就是一大堆这些人啊 对不对 甚至同学有没有注意看 最近的有一些难民潮呢 他们跑到很多国家呢 也都跑到这里面来了 对不对啊 所以欧洲就是必须 你就是必须面对他嘛 对不对啊 那好 那现在终于什么 有一些国家啊 在大家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他们不是只会耍马戏团啊 或者说只会算命啊 对不对 有一些其实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后来 因为他们从南亚这边过去的吧 后来有一些国家局来讲 匈牙利 他也愿意什么 是不是给予这些人 虽然不见得给你 给你是匈牙利的那个什么 国籍 但是呢 我给你居留权 同学注意看哦 匈牙利给他们居留权 后面的论述是什么 他们数学能力很强 其实算命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可以搞一点小几率 在那边糊弄人嘛 对不对 那好 匈牙利呢 在几年前呢 大家觉得说匈牙利真的很棒 居然接受了他们 但是你们看到没有 接受的理由就是什么 其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什么 也很厉害的哦 数学好像蛮强的哦 其实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印度人的数学 有些也是很强的哦 看到没有 甚至什么 印度有一些 那当然因为印度本身内部 也有些问题 所以很多人没有机会受教育 但是一些 已经受教育的这些里面 同学也可以注意看 他们的确数学能力 也不弱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所以 那好 那不能光匈牙利承认他们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到最后欧盟 甚至欧安组织 甚至联合国也出面 因为同学注意看 你没有国家 你也没有领土 对不对 然后什么 那你更没有权力的时候 举例来讲 你要从欧洲 你要到美国去 你没有passport 你动不了 看到没有 等于知道这个严重性吧 你动不了 所以呢 欧洲甚至联合国什么 大家一起处理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什么 是不是给他们联合国发的 所谓的无国籍人士的一个证明 来什么 让你举例来讲 因为同学注意看 如果他有不错的机会 他想要到其他地区发展 但是他没有passport 动不了啊 你连机场你都进不去啊 对不对 所以联合国针对 那当然和欧安合作组织 还有欧盟 北约这些什么 大家整体评估 好 愿意给一些 当你如果说要移动的话呢 是不是给你什么 无国籍人士的一个证明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哦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武器管制方面 这武器管制呢 老师刚讲核武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 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 对立结束以后呢 同学注意看啊 很多什么 老师以前上课有提到过 前苏联瓦解以后 因为一个国家瓦解了以后 军队也松散了嘛 对不对 那很多武器就外流啊 外卖出去啦 那外卖如果是合法的 那当然好追踪嘛 好管制啊 那现在这个是指非法的 所以为什么同学注意看 大家在研究啊 你这个韩国 北韩 北韩你金正恩的 你说你马上要有核武了 那你这个哪里来的 对不对 国际之间联合国不都把你基本上是什么啊 控制住你啦 相关的武器啊 那你怎么还可以发展出来核武啊 那你这个东西是哪来的啊 看到没有 同样的恐怖分子 他手中为什么也可以有这么先进的武器啊 局来讲有一些什么 有肩上型飞弹哦 传统的那种飞弹是什么啊 要架设在地上或架设在什么啊 坦克上面 那还有不错的是什么啊 又轻 又放在肩膀上就可以什么啊 让他挺住 然后什么啊 可以往外发射 你哪来的 哪里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要处理这些问题 那好局来讲 那同样看了没有 这照片在这边嘛 有一些局来讲这些 那什么啊 你说老师那抓来了以后 在我们家后院把它烧啦 那也不行吧 对不对 你家后院再怎么办 也处理不了这些什么啊 先进武器啊 所以呢 需要国际组织出面 来把这么大规模的什么啊 武器什么啊 把它销毁 那甚至同样注意看啊 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 欧美国家都很高兴 不是过圣诞节吗 德国南部 是不是一个小 一个小村庄 全村四万多 还是五万多人啊 全部什么 紧急被什么 被迁移 为什么 就是发觉 他们村落里面什么 有个地方地下挖掘出来 二次世界大战的卫爆弹 你想看 你家附近 地下就是一颗 二次世界大战的卫爆弹 你不知道还好啊 知道了以后 你是不是要赶快逃命啊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到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哦 因为毕竟什么 大家这样对垒 甚至我们看到没有 这个 美国欧巴马总统 不是过几天就要下台了吗 对不对啊 那大家也有算过 他任内最后一年还是多少年 大概什么 在世界上投了至少两万多颗 什么 两万多颗以上的什么 飞弹啊 相关的炸弹啊 很多类型的 那这相关的问题都要处理啊 那欧洲从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冷战 冷战时期还好没打起来啊 大家互相恐吓 但是毕竟没有打起来吧 对不对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什么 我看你没有打起来啊 但是部署的相关的地雷啊 什么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要弄出来啊 所谓的除雷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样注意看到没有啊 这个大概基本上 都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出面 然后如果规模或情况 是跨越欧洲的话呢 那恐怕就是和联合国合作嘛 一起来处理了啊 那这边边境安全 老师刚刚已经讲过了啊 好那 那当然这个 同样注意看啊 我们在台湾大家好 比较少讨论啊 但是实质上啊 全世界啊 这个人口贩卖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贫穷落后国家的人 有些就是当物品被卖了 同样不要以为不可能哦 这每天都在进行的哦 甚至订货还在网路上订货哦 总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有些主张网路要管制 大家就会认为说 哦言论不自由 其实它绝对不是只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哦 同样注意看很多坏事也是从网路上来进行的哦 恐怖分子下达指令 人口贩卖就在网路上下订单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甚至同学同学千万注意哦 不要以为只是卖大人或卖女性 还有小朋友啊 也有啊 小朋友也有啊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非常 这已经严重到一个国际组织来出面了啊 所以同学注意这个情况啊 所以这些大概基本上都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处理的啊 那对于军事改革和合作啊 同学注意到这个呢 他们美洲也在维也纳议事 那这一点呢 现在为什么就变得比较凸显 就是美国现在新选出来的这个川普总统二十号就要就职了 对不对啊 那他们本来是原来是考量欧洲内部的 大家彼此协调 对不对啊 因为协调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东欧国家以前都是用遏制武器嘛 苏联的 对不对 那武器系统跟西欧的是不一样的 你这武器系统不一样呢 你的一些概念 作战指挥相关的原则可能也不一样了嘛 你是要打大规模的战争 那你建构的武器系统跟打小规模的巷战建构的武器系统就是不一样了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同学注意看啊 本来是如此 但是川普当选了以后 同学注意看 川普主张什么 你要吗 你们这些什么 要我美国保护 你们就要增加军费 那老师上次不是也有提到过吗 那德国总理梅克尔 马上跳出来讲了 那好那如果我们增加军费 我们自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啊 那你接下来你美国是不是应该离开我们欧洲啊 对不对 那他不讲话啦 对不对 那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能什么啊 对于欧洲国家的安全什么啊 我不太在乎了 因为我跟普丁是哥凉好啊 看到没有 所以欧洲国家是不是会紧张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讲欧盟 还有讲北约存在的目的 当时都是什么 控制住德国 然后把俄罗斯什么 阻隔在什么 欧洲之外啊 对不对 那结果搞了半天 你现在你美国总统 你美国是我们的盟友 结果现在你跟什么 你跟普丁要变成好朋友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 那你是不是接下来把我们给卖了 对不对 那所以趁着没有被你卖了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要赶快想办法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看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德国中 德国常常在提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让所有欧洲国家团结在这个组织之下呢 军事 那当然因为他现在你美国还没有说你要退出北约嘛 所以他现在也不能讲什么 北约还是在那边 那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也不想增加军费 对不对 那看你这个东西嘛 不出招吧 但是我们有被开 我们的被开就是 就是他 没有 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在讨论了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你们注意看 德国还有欧洲国家对于川普的什么 派遇就很强 像我们亚洲国家里的想要赶快跑去川普在谷川 我觉得我跟人家马上跑去就还是被他拿回来挖掌 对不对 欧洲国家在这里强 对哦 好 那你不想增加军费 那你不想挟放我们的话 那什么 那你还没来到我们的干嘛 对不对 这是很 这也是一个拿军费的问题来的 因为要增加军费的话 我们自己有能力啊 我们这边通通都是老派的工业化国家啊 对不对 要武器有武器 对不对 所以可以注意看 那所以呢 欧洲国家对于川普的一个强硬 那被害就是被准之 所以被曰出任何状况 我们还是有限到辞职 就是这个军费 所以你们千万以后也要持续注意这个军费的影响 那还有那法治呢 我们可以注意看 为什么还那么重视法治呢 就在于西欧国家 而东欧国家转型成为意外民主制的这个过程中呢 毕竟还是什么 不顺利 对不对 我国家不顺利 所以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呢 我协助建构什么 什么 法治提醒 好 然后我们不顺利 什么 大家一方行政 好 你们可以注意看 这个一个指数的建立啊 不是一两天的 而且那一部呢 可以注意看 那西欧东欧每个国家 哎呀我都在转型啊 但是什么 你内部如果不顺利 可以注意看 如果选出来这一个种种 他不顺利 内部的老百姓啊 他没办法的情况之下 外部有这个机制 什么 来什么 被他施加压力的话呢 是一件可以什么 产生一个不错的什么 影响力啊 其实不要说西欧 大家注意看 西欧大利 意大利什么 前面两个什么 那种力也是啊 古堡下高 那真的是黑道什么 集黑道三成啊 看到没有 那他什么古堡下高 在意大利既有个什么 议会民主体宪政体制之下 一切的什么 可以制裁的工具呢 他都可以躲过 看到没有 所以国主教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 后来什么 是欧盟出面什么 硬是把意大利主义 看到没有 就是你这个 国内的老百姓 你把他完全没办法了 所以呢 欧盟 那当然贴得手持 刚好欧在围巾里面 去出现了 后 借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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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常态来讲呢 借购法制呢 只靠他 好 那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 不清楚啊 会有意见 好 那我们这学期 会就上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要注意啊 老师妹还提出这个 这个重点就是说 他现在呢 他等了美国 在那个 在那个 越北越看美国什么 什么 那暗示什么 他做一个备胎 他基本上也很成熟哦 好 所以欧洲人家感强度 也是他的备胎 就是备胎全多 各方面也一直很强 很成熟的情况之下呢 好 他才感那么强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一个国家 好 他在国际事务中 现阶段 丹达的够呢 的确 不像一个人心 好 那在各个区域 也就是内部呢 投过区 设计量呢 可以让一个国家影响 有吧 好 所以我们也知道 这个情况 好 我们这边 上课上课 做出 такой 好 做出的 有用 做出的 乳朵 适当 市唐城 正在 市唐城 的 市唐城 最后 市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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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